再来玉璃镇原住民记忆研习中心改善工程进度是严重落后 玉璃镇代表会副主席林彩英表示 与卓西乡产业发展中心两者相较 旧消防大楼中心现在钢筋林立迟迟未见工程落成典礼 让民众的期待落空 要求正工所能够尽快完成 玉璃镇原住民记忆研习中心改善工程进度严重的落后 玉璃镇代表会副主席林彩英表示 与卓西乡产业发展中心两者相较 旧消防大楼中心现在钢筋林立迟迟未见工程落成典礼 让民众期待落空 要求正工所尽快完成 关系者头目 他们头目在讲说 我们开会不是要在那边开了吗 不要每次卧在那个小小的地方 的确我们去张房那么多的地方 人家的头目 事务组长的开会的地方都这么宽 我们的就是没有 玉璃镇公所回应 目前原住民记忆中心的合约是解除 不过现在正积极的处理当中 要继续把原住民记忆中心工程延续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解约在计算当中 所以我们剩余的款项 我们就是在立行在发包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 询问我们县府的工程委员 也是我们的政政顾问 另外我们也为请了我们的解律师 解战友解律师 针对这些法律问题 有来研究探讨 那也有请我们的设计监造公司 还有格标厂商然后到现场去 那针对他现场施作的 我们现场认定 那目前我们都已经都认定完毕了 那现在做最后的一个决算动作 那剩余的款项我们会再 再成立一个标案 然后继续使注意 林彩英说希望原民客以及建设客 在部落会议或是任何有部落族人的场合当中 能够公开说明目前原住民记忆中心的工程进度 并且最后还是要求公所能够尽快处理完成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